最近消息 刚刚我们讲到了宏海创办人郭台铭 在今天晚上在屏东举办的造势晚会 是要来团结在野大联盟 不过呢 在这里面大家会更关注的 就是国民党的小鸡们的互动 比方说国民党籍的屏东县议长周点论 就是替郭台铭来主办这场活动 而且他也是力挺郭台铭到底 虽然在支持当中虽然是没有直接的表态 说要来支持郭台铭选总统 但大家知道其实在现场的氛围 还有背后大一幕写选总统的字样 都已经是不言可遇 而且在国民党的许多新议员 也都到场来轮番助讲 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踩到 国民党中央的红线 当然大家也引发了关注 看看党中央该怎么处理 而至于周点论本人被问到 要不要退党的消息 他则是回呛说我为什么要退党 台上一次排开牵手合唱 现场气氛燃到最高点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首场主流民意大联盟说明会 从屏东出发现场超过两万名支持者共享胜举 深深一鞠躬感谢大家来相挺 这场屏东大造势 就是由国民党集挺郭派 屏东县议长周点论主办 从大进场到最后羡慕 周点论全程力挺郭台铭 至此中句句都在大赞郭台铭 虽然周点论没有直接表怠支持郭台铭参选 但背后荧幕直接秀出来 无据国民党党记忆不止周点论挺到底 国民党平东县议员卢梅兴和五党集议员 潘廉州共同担任主持人炒热气氛 现场更有多位国民党宪议员连番助讲 最近常在说诚信问题 我要说过台诚 是一个有正气的人 有正义之气的人 才是关公的精神 在未来只要过台面 跟郭台铭参选出来 但这会拼 这会拼也好吗 最快823郭台铭就可能正式宣布参选 但在这之前 国民党校机不只出席造势场合 还公开替郭台铭助选 国民党中央下一步该怎么处置 以及侯友宜该如何应对 都成为眼下一大难题 接着综合报道